Hello 大家好 莎姐 先忍住 其實現在因為我有點捲毛 所以整天頭髮都會彈起來 還有有時候睡得不好就會哮 先忍住 到我的頭髮夠長 再長一點 我夠得這樣夾得起來的時候 就會好看很多 沒什麼辦法 因為為了要救那12寸 因為我剪了14-15寸 人家說最低要求12寸 我當然是剪多一點 所以剪完之後 就能顧得那裏 就能顧不得的樣子 先忍住 我也發覺我長得很快 應該再過一個月 鬆一點 我想八月底 可能已經夠長夾起來了 不用煩了 其實我很一般喜歡這個頭 因為其實 你如果有留意 你看到肩膀就在這裏 頭就這麼大 其實我本身的頭已經比普通人大 我試過買衣服 感覺我很擔心 我很聰明 短空 想到膚頭 才更加 黃色導遊說 中國的失業率是20%以上 我跟大家說過 沒可能啊 20%失業率 每五個之中就有一個人失業? 不是啊 我跟大家分析過 他是否用就業率除所有人呢 後來前一天 我有看一些頻道 他是以新聞這樣說 沒有任何分析 他說 是的 內地是有20%失業率 不過他是在16至24歲中間 即是說 內地的意義就是 在16至24歲的就業人口當中 有20%的失業率比上一年多 他的意識就是比上一年多 即是說 年輕就業率是比較差的 他的標題說的就是這樣 大概是想說這個意思 其實莎姐自己分析 對這個20%其實是有所疑惑 其實數字可能是對的 因為如果那個台本來是我們的正氣台 他說得出來是對的 而且是引用內地的 那一定是對的 但其實要考量的有幾樣東西 你要想一下 16至24歲 其實是否真的失業呢 你明白嗎 可能是正在讀書的 以前可能十幾歲出來工作 但是可能現在這個年代 尤其是可能這五年 或者這十年 其實可能十年可能多些 起碼在這五年 其實現在個個都讀書的了 你就算考不到大學 你都起碼高中畢業 你高中畢業起碼都十七八了 那你十六歲沒有工作 是很天經第二 是不是 那你到24歲 那如果你24歲 其實如果你讀到大學的話 其實你大學畢業出來 或者你再讀的Master 其實24歲真的沒有出來工作 更何況現在的選擇是多了 現在就算考不到 因為以前可能讀完初中 就可能要出來工作了 但是現在富裕了 很多人都讀完 起碼高考 起碼讀到十七八歲 之後你就算考不到大學 都還有其他學校 只是考不到所謂重點大學 你都還可以有其他的狀況 可能讀專上 讀語文 你都還可以有其他東西的 所以是 不代表什麼 那你說比上年多了 好像一兩個百分比 你要看回 比上年多了 是否等於失業的人多了 是否等於那一段時間 那個年齡的人 失業的人多了 當然是 但你又要看回 亦都可能因為 出生率 那一年出生率是高了 正如我們 我不知道 如果現在十八至二十四歲 十六至二十四歲 可能上年十五歲 今年十六歲 然後他都還沒有出來工作 有些年份會特別多人生B 例如農年 或者某些年份 特別多人生B 或者特別多人結婚 通常都是這樣的 如果那些 什麼 喜慶的年份 適宜結婚的年份 特別多人結婚 然後 過多一兩年 特別多人生子 有些年份 特別多人生 剛剛 上年還是十五歲 今年就十六歲 亦都有這個機會 當然我不知道 大哥 所以其實是 有很多的因素 還有你要想一下 香港的統計 就容易一些 因為香港只有七百五十萬人 但問題是我們七百五十萬人 人業真是統計的數字 都已經這麼困難 何況內地 內地都不會是一個省份 隨便一個城市 都比我們多 我們 我們怎樣去知道呢 這麼準確呢 要知道 人口是會流動的 很多可能 明明是在村落的 我可能去了省市 打工 那這些是否又是上報道呢 我自己看回疫情的時候 其實疫情的時候 好像 不要記錯了 其實國家的醫療 基本上 系統是未能夠 好像香港那樣看完的 不是一個系統看完全國家 那些人看醫生 當然不是的 香港也不是的 香港只是政府醫院看到而已 那你私家醫院都看不到你的病歷 是要你授權才能看到 你想想 香港七百五十萬人 都尚且感的時候 在內地就更加難 你想想要多大的資料庫 要多大的Data Base 所以 這個狀況 是不是真的這個數據有這麼準呢 其實是有疑惑的 如果你說比上年多5% 同期比上年 16-24比上年多5-6% 那這些就真的多 但如果你說多1-2% 這些可能是計算上 又或者是統計上的差異 那可能正如沙姐說 其實某一年是特別多人生的 可能就是那些跌了下去也不出的 那我們有時候 當然啦 我又不覺得 有些網友就說是台灣那邊這樣說 我當然也覺得那些黃人是沒有腦子的 是不會想那麼多的 所以抵他們是 抵他們這麼笨 或者叫他們蠢 被人利用了抵他們 所以其實很多事情都要想 當然啦 我近來也看到 就是因為這個公告 其實這個公告是很一般的 根本就是一個 叫做平鋪席序的事情 那你們怎麼想 你們就是靠你們自己 有多大忠耐 有多本事 於是就很多 過濾媒體 有識媒體 就會說 哎呀 然後大家知道 有些媒體是故意拍某些角度 哎呀 現在內地失業得很厲害呀 現在內地呢 即是 35歲 沒有工作做的 就等於絕望了 就等於要去死刑了 接著又說怎樣怎樣 即是說到內地是 慘不忍倒 好像死城那樣 那當然啦 大家聽得不少啦 以前台灣經常都說 內地 連茶葉蛋都吃不起 炸菜都吃不起 都有說過 但是 喂 Sorry 我們是 入澳洲農 哈哈 我們是吃 北京田鴨 那樣 那所以其實 這些就是 一小小東西 那些人就拿來腦撞 那其實大家要想一下 美國有沒有20%失業率呢 即是美國負債得這麼厲害 都好像沒聽過 他說有20%失業率 那又怎樣輪到我們呢 那再比一件事 就是大家要把所有東西連結 再另外一件事就是 喂 好像 剛剛公佈了第二季 是6.3%還是6.9%增長 我們國家的GDP是增長了6.3%還是6.9% 它好像再調高到 好像本身預期6.3% 現在再調高到6.9% 但是其實一直以來 我們國家 預計今年是5%的增長 你看回 當其他世界各地都說 預計增長都是1.2% 或者是0增長的時候 有些當然是負增長 我們可以說5% 在全球那麼多的國家之中 我們是最高的GDP增長率 那怎可能有20%失業率 如果我們是GDP是全球最高增長5% 那其他的30%失業率 40%失業率 不暴動嗎 是不是 你compare你就會知道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那你要想想 當我們有GDP5%增長率的時候 現在是6%多 我當5% 我們有20%失業率 那錢去了哪裏呢 當然那些黃人會說 錢去了貪官島 OK 你要這樣說我沒辦法 但其實 如果正常來說 你這樣說其實說不通 最多你說錢 你收入去了最高1%的人 那裏 所以為何有人失業 但其實都說不通的 你的收入去了最多1%的人 但他都要請人做事的 他都依然要維持的 那你怎樣 會有這麼高的失業率呢 即你說不是的 失業率比去年多 但我們有5%GDP 但失業率比去年多 那你還說得通 啊 因為可能用很多東西 用了機械去代替 所以不需要這麼多人手 但利潤依然增加了 那這個就說得通 但20%失業率不是跟你說話 你現在還過這麼多國家 很少人 很少國家可以過20%失業率 還是沒有暴動 你想一下 當你一個家庭 四個人 兩夫妻賺錢 你20%失業率 那兩個家庭 就差不多 有一個人 沒有工作 那你另外一個人 要撐 那你怎樣撐 那你怎樣撐 那何況 你的失業率 20%是真的沒有工作 如果你做兼職 都不算是失業 那就是說 如果你說的失業率是20% 那你其實就業不足率 就可能去到40%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不暴動 還可以禁太平 我不信解放軍可以壓倒14億人 哪可以 而且你要想一下 他壓著這麼多人 還要新聞報道不了 你不要玩 沒有的都做到有 更何況 有 所以其實根本這些就是不現實 但是當然很多人相信 其實我自己經常都覺得 有很多這些恨國黨 不明白他們想些什麼 你問中國是不是很完美 又不是 沒有東西是完美 但是你覺得他是不是 令到別人生活不了 又絕對不是 至少在國內 的生活是好過香港的 最少 他的房租是便宜的 當然你說我要住北京的 沒什麼可能 北京就跟香港 差不多 都要八九千元的 人仔 看你住哪裡 北京如果是四環以外的 或者是去到四環的 可能是四五千也有機會 可能就不會 好像說 在其他省市 四五千 都租成千尺 就不會的了 如果北京四五千 可能都是三百尺左右 還要可能是三四環那裡 那裡 但如果你好像我 沙姐經常看那些 三線四線 其實在內地三四線城市 不是三四線鄉村 是三四線城市 其實我懷疑 和我住這裏沒有什麼分別 應該是沒有太大分別 一樣有超市 一樣有城市 如果在內地三四線城市 你一千多兩千元 你就可以租到 起碼六七百尺的地方 那你相差很遠的 而且在內地吃東西 和在香港吃東西 你想想價錢相差多遠 那我自己想深圳 深圳也是叫消費 在國內 在國內 除了北京上海之外 深圳也算是消費力比較高的 消費得比較貴 那我那次去吃大魚 大魚 那個鐵板蒲菲 去煮給你吃 即是有師傅在你面前煮 或者你坐在其他地方 師傅煮完之後拿給你那些 是說二百多元人仔 二百多元人仔 但香港滿花做港幣 你三百元 你可不可以有師傅在你面前煮 是真是不可能 現在很多人拍片 那些蒲菲 在深圳吃過蒲菲 真是酒店蒲菲 是在說 我想二百多元 百多二百元都有的 酒店自助餐 但你現在在香港吃過 酒店自助餐 人家是dinner 人家是晚餐 你在酒店自助餐 你真是百多二百元 你是喝過下午茶 在酒店喝過下午茶 你想一下 你的消費是相差這麼遠 但是他的人工 和香港不是相差很遠 但是明顯地消費是相差很遠 那你就想一下 究竟哪裏生活會更加好呢 當然說到這裏 人們就說 你這麼喜歡你回大灣區 第一 我經常都說 香港就是大灣區 我用什麼回事 第二 我遇到退休 我一定回去 你放心 那天吃東西 都有人問 你有沒有想過移民 那我說 我不會移 我遇到回內地 但我不是移民回內地 移民是去外國的 我回到祖國的 我最多叫回歸 或者是移居回內地 就不是叫移民 大家搞清楚 因為我只是回去內地 我本身就是中國人 我只是換了居所 等同我青衣去皇國住 沒有關係的 那你說北京都貴 但問題是北京等於香港哪些地方 你想一下 你在中環 租屋住 你貴不貴 你半山租屋住 你貴不貴 你覺得會和鄉 你不要用北京的價錢 和我們普通荃灣的價錢比 你用回對等 北京的價錢 你想一下你中環租的地方 你想一下你幾一呎 所以其實有時候 我經常都覺得 內地不完美 但在內地生活上 能夠滿足到基本的 你看一下美國 食物銀行牌都沒有 都不是今年 是早兩年 COVID那時候也是 他說食物銀行是沒有貨 一兩天就已經被人清倉了 沒有貨 那個牌是食物銀行 再不是你看一下 英國上次才爆了一件很嚴重 連做教師 這些高薪職業都說 不如整個食物銀行 讓我們拿東西吃 原因是什麼 是啊 教師醫護是加了薪金 加了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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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問題是通脹十幾個百分比 根本就爬不到通脹 大家都知道 通脹政府公佈的數據 就不等於你現實生活的數據 正如那時候 我自己大家網友都會看的 是星島電台的比西版 美國經常都說通脹5%還是幾個百分比 但是你一聽梁總說 你就知道 根本就不是 那些燃油 由之前的3個多加到現在7元 那些金菇又不用1元 變了2.99元 那你就知道通脹不是5個百分比 通脹5個百分比 加上其他膽膽膽膽膽的拉回 但是其實真的 牽涉到你生活的 是不止那麼多 正如我們經常都說的 香港都說通脹幾個百分比 但問題是 對不止 乘車是差一點的 但我看到一些不久的加價 是不是加過2-3個百分比 不是加十幾個百分比 喂 九 港燈 中電 是不是加過2-3個百分比 一加加10個百分比 九個百分比 不是 它沒有加10個百分比 因為最多給你加9.9個百分比 一加加到這麼多 加了9個百分比 那你說 是不是真的通脹 跟那個民生是成正比 不是 但是我們內地 當然是會有失業率 哪個地方都會有失業率 但是 是不是真的20個百分比 如果20個百分比 我們想去消費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看到了 你完全沒有踏入過深圳 就難說而已 只要你踏入深圳 你真的覺得 有這麼多人失業嗎 如果有這麼多人失業的話 其實街上有很多乞丐 有很多流浪漢 那你有沒有看到 你不用看 你看香港 我們失業率也不算太恐怖 肯定有沒有20個百分比 10個百分比 也沒有 都不覺得 你看看我們街上有多少流浪漢 有多少間店舖 撿了 其實就算現在有很多店舖 你都發覺 是臨時店舖 專門買煲煲餐餐 碗碟碟碟 隨時走路的那些 叫做走路舖的那些 差不多有五成是走路舖的 不是說 那些叫做固定在那裡的店舖 是真的很多都是走路舖 有大概一半以上是走路舖 然後又有很多是吉舖 然後你發覺很多乞丐 那你便看到 我們這個失業率還未達到20% 都已經是這樣的 但是你上深層看看會不會是這樣的 或者你去其他城市看看會不會是這樣的 當你發覺不是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那些報道是假的 也都可以好像沙姐那樣用腦去分析的 那大家去想一想 不是鼓勵大家回內地退休 你不翻譯也可以 但起碼不要相信這些事情 真的自己去看一看 那今天講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